我来问一下刘春 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的病情 孩子得病多久了 孩子是早产 他刚出生的时候吧 医院没有刚或说的心脏病 本来感觉孩子出院不早之前 马上我就发现孩子鼻子不脱气 马上我就领孩子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去了 他到地医院去 你当地医院人家一看嘛 说你孩子太小了 所以我们不能给你吃 你这帮沈阳走 这么久我就领我的孩子去沈阳了 当沈阳上进医院了 医院大夫说的 这个孩子说得肺炎 得需要治疗 我说那就治疗吧 沈阳上进医院大夫说的 你儿子把心有点灿动了 我给他做个心脏惨骚 完了一做心脏惨骚 医院大夫就说了 说我儿子四肢膜血省七点多 说得需要做手术 完了后来我就上医院去打听了医院 打听完之后 当时就问下一个人 我真的我不敢想象 医院大夫说 你家孩子太小了 最吃点二十万包点 就是把我这个人身体卖了 我都不只这个钱 我拿他们给我儿子做手术 医生有没有说 如果这个手术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孩子的健康会好吗 如果这个手术做成功了 如果那个手术成功了 孩子会健康 就能活过来 如果这个手术不成功 那么说明这个孩子也就没有了 但是我愿意去赌一把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孩子 我不希望他们离开我 那你现在还是希望公公能把房子卖掉 救你一把吗 我还是希望他把房子卖掉 因为毕竟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孩子 我也没有办法 你刚才也说了 你也知道公公现在的情况 如果他们把房子卖了 你让公公婆婆 还有一个应该说是你的孩子的大掰 他们住哪呢 如果我爸能够为了他这个孙子 把这个房子卖掉 我请愿我自个儿回我娘家住 我给他租房子租都行 刘春今天说出了 他坚持要卖房子的原因 他也希望公公能够答应他 为他这二十万保底的一个治疗费 增加一点点的力量 我们现在问问左老爷子 您愿意把房子卖了吗 我现在吧 我这想法子这样 现在我这房子要卖了吧 我这老伴和我的儿子 大儿子怎么办 我要救了孙子 我就不要老伴了 但是刚才您儿媳妇说了 如果您愿意把这个房子卖了 他愿意回娘家住 然后给你们租房子住 您看这样行吗 租房子住这个事吧 就不客观了 他现在没有工作 他们欠你债 老五就得还几年 完了 我就点钱 那咱们人生活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租房子钱也没有 他锁给我拿钱 那也就是这么承诺一下 就像我那个承诺者也是兑现不了的 机会是兑现了 我将来怎么办 我现在卖了 老伴 我这个体格就不行 我这个 这个 有这个 飞气 一到零下二十度 哪年都哪都有 就不能出 好 现在场上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了 但是现在双方的意见还是不统一 我想请问一下两位手机调解员 针对于目前这样的情况 咱们应该怎么调解 从理性的角度 我个人还是认为 我现在还是倾向于这个儿媳妇这边说 不管有再大的困难先救人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是不是说可以考虑租房的这个方案 这个呢还是希望老人家要多考虑考虑 毕竟孩子是命 对了 对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